我是2020年的時候 當時我那時候在學校裡邊工作 也是一個中層嘛 然後不管這個學校的辦公室工作 和這個學校的一個對談的機步 因為我們這個學校是在這個全市裡邊 就是龍頭學校 重點學校 這裡邊老師也特別遠 領導對於老師這個看法也比較多 我覺得對於我自己來說 可能從小就有這種爭強好勝的心態 幹事也比較完美 始終就是把任何工作就做得比較 就是想的比較多 考慮得比較仔細 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 一直工作著也沒有發現自己有什麼缺點 反而還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習慣 但是經過焦慮症這個事 我才發現我這個不是什麼好習慣 有可能也是一種性格的缺失 包括工作上 家庭上 包括對自己這個邀請方面 就有一點過於強迫了 是這樣 後來我是因為在工作中 忽然感覺非常累 非常累之後呢 我那時候正在工作忙 正在忙 我也沒覺得當回事 我覺得太累了 可以休息休息了 本來又加班 週末呢也上班 週末呢我們也承接這個 社會單位 到考任務啊我們就沒有什麼週末 再說在學校中堂裡邊 基本上談不上什麼週末 一般都是正常 早上7點20起床去上班 中午11點半休息 下午呢1點40上班 再到晚上的7點 基本上回家 就這個節奏 一直沒有自己的空間 在學校裡 沒有太多空間 晚上回家之後 大家都知道 玩玩手機啊 玩玩玩夜 就到了明晨1、2點了 就這種情況下 一直堅持著 前幾年就是這麼個狀態 生活過來的 突然就工程發生很累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 嗯是不是該休息了 咱們就休息 就後來改作息 比如說晚上我就回家之後 我就不玩手機了 就晚上11點左右就睡覺 然後呢 早上呢 如果醒得早的話 我就起來破壞步 就這樣摸索著 恢復 但是發現沒有跡象 一直沒有跡象 覺得不對 就慢慢的這個身體 就是出現各種症状 你比如說 見到領導 我以前是主動打招 非常的積極 跟人家打招呼啊 交談啊 但是從那次 累倒之後 見到領導之後 就會出現一些身體症状 比如說往前一靠 本來是很熱情的打招呼 但是我這個 屈育症状就出現了 那時候還不知道這是屈育症状 我也不知道這條了啥病 去了之後就 脖子 腸腸氣 整個人就感覺 你想說又說不出來 整個人就昏迟發軟 那個時候我的內心其實就已經 內心的方向就有點崩塌了 所以現在這怎麼回事 這是什麼情況啊 我怎麼說不出話來呢 也沒什麼回事 我繼續探索摸索 直到過了一個多月吧 那也就得11月份了 學校裡又安排一個任務 就是我們肌部做的比較好 然後勢力啊 就怎麼檢查啊 安排我們肌部裡 我當時一聽到這個事的時候 我過去的話就是非常高興 非常開心 但現在我一聽 完了 玩多了 就一聽這個事就幹不了 幹不下去了 就渾身就開始當時就冒汗 緊張 打出 考慮的原因是什麼事呢 怎麼突然來個這麼活兒 然後我需要幹什麼 我怎麼幹 就特別的緊張 就那個時候就覺得 不對我這個身體狀態 好像不對 但是我還是沒有當回事 因為我那時候還能工作呢 就只要別幹這些什麼挑戰性 刺激性的 就是出臉的事啊 你就別幹就行了 就沒事 我就摸索摸索著 就這樣到了快過年的時候 我這不是跟老婆就是趕集 我們這邊不是流行趕過年級嗎 我去趕集 趕集的過程中好傢伙 這時候才來事 邊上人很少 到往裡走的時候 裡邊又嘈咋又混了 我就當時突然心跳加速 手腳冒汗 然後呢突然又出現了耳鳴 我就跟我老婆說 老婆不對啊 我這不行了呀 我試著我要梗 我說你快給我打120 我當時就坐在地上了 坐在地上之後不行 我又躺在地上了 那麼多人在那看著 我就躺在地上了 躺在地上之後 就不行呀 怎麼也難 最後我老婆打了120 打了120之後呢 我就站起來往外走 我說不行老婆快躲 我不能在那待 就是在那待我肯定死了 我得快躲 我就帶著我老婆 就往外衝 往外衝的過程中 突然就心臟 就沒有那麼挑的面線了 然後但是耳鳴還一直在 我自己的說話聲 我自己的那種呼吸聲都能聽到 我雖然那麼操耳 但我都聽不到 我只能衝到我的說話聲 直到我走出去之後 誒 根本沒有了 消失了 就這樣 我覺得很納悶 我怎麼回事 這什麼東西啊 我老婆說 我老婆說你怎麼回事 把她嚇一跳 她說你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回事 我突然好了 但是120的時候已經到了 到了打擊的路邊了 然後呢 我就上了車 醫生的人就問了 你怎麼回事 青年 看你沒什麼情況 你倆吵架了嗎 我說沒有啊 那你怎麼回事 有什麼技術病嗎 我說沒有 那上車吧 上車了 就讓我躺在救護車上 拉著開著警方 就呼呼的往我們這個 最近的這個市里的眾議院去跑 跑到眾議院之後呢 我就在車上與醫生交流 交談 一是沒有疾病 二是 這感覺也挺好 也沒什麼事 本來就來趕急了 就突然遇到這種情況了 嗯 然後就直接被拉到急診 拉到急診之後 醫生上了一天 給我測了血糖 給我測了信念圖 都沒有事 一切都正常 在測試過程中呢 一個醫生 一個女護士 拿了一個塑料袋子 給我照在頭上 我還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七娘 怎麼給我照頭 我怎麼回事 那2020年那時候還有疫情呢 嗯 那時候他還以為 這這這這 我得了什麼 我是個什麼 重大病毒啊 還是得了 換了什麼 什麼症狀了 我照上一個塑料袋子 套在那邊 但是我行的不對啊 我就給我套塑料袋子 把我放這邊 也不是 重感染病房 有什麼用啊 因為在那兒躺了 躺了就有 二十多分鐘 那個醫生的結果也出來了 然後 化驗期的結果也都出來了 那個醫生說沒事 一切正常 我老婆過去拿了化驗單子 交了我老婆過去 那個化驗結果上 我記得 醫生還記得現在就寫的是 呼吸減重毒 嗯 對 就是過度換氣 對過度換氣 嗯 但是我那時候的身體 特別虛弱 我醒過來之後 我雖然是也沒有昏睡啊 我醒來就起來 特別虛弱 非常虛弱 然後那個 我就看這個說 呼吸減重毒 什麼東西 我那時候心情也很差 然後就是 覺得 CB啊 我這怎麼說 我本來就是一個體育 特長生嘛 啊 這個體育老師 嗯 有特長生 我現在就是 我怎麼可能會 這個有什麼心臟病呢 或者有什麼別的疾病啊 不可不可相信 嗯 但是這些事是發生在身上了 我老婆她也很無語 因為看到這種情況 也沒見出事了 我們這裡走了呗 走了之後 我開了車 但是我當時上車就特別疲憊 哎 瞧不瞧了 在我出醫院的時候呢 正好這個遇到了一個 呃 車加三 我呢 就上了火了 嘖嘖的一頓 把那個人咬去 嘖嘖一頓說 一頓說之後呢 我發現我這個正文又要來了 嗯 又要來了 心跳加速了 就不行 就剩下這個鍋子換去就 啊 對 換去特別明顯 特別明顯 嗯 我現在這怎麼回事 還不能吵架了 這 嗯 以前這 必須得下去跟他弄兩句 現在這 直接 不行了 那時候就意識到不行了 這這不對 這肯定有事 但是也沒點啥事的 我就反問了 車宿有什麼事 醫生說沒事 讓你多休息 就這個 嗯 然後那個 就沒有了 我就 那就這樣 就伴隨著這個 問號就回了家 回家呢 在家裡這個 這不就過了過年了嗎 過年之後過去也沒啥事 對 第二年開春了 這個症狀就 就一直就伴隨著 就是這種 心理的擔憂啊 心理的擔憂啊 或一些 好像就在探索啊 還能摸索 到底我這怎麼回事 就一直在 但是一直沒摸索出來 但是我在過年的關注中 那時候 搜了一個 呼吸減重讀這個詞 我發現 呼吸減重讀什麼情況下 它會出現呢 一是跟家人吵架 二是什麼情緒移動 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再一個就是 有人說了一個焦慮症 我就開始焦慮症 我搜焦慮症這個東西 一看 哎呦 它身邊的症狀 包括說的那些情況 好像跟我這個病 好像有點意思 我就有點聽 當時我聽了是 還沒聽到你的節目 是聽到了那些 那些焦慮症 普吉的醫生啊 那些 我一搜都是那些醫生 在開焦慮症中藥 就是這個病 那個病 這個症狀 那個症狀 什麼緊張 什麼躲不住 開會 手腳發麻煩 我都有 我這個過程中 這一年不是開會 過程中也出現過 在辦公室裡 開著會 手腳發麻煩了 多少時間長 我就不行 就病了 這個症狀 跟我挺像 我就 每個視頻下邊留言 就說我這是什麼情況 我如果我什麼情況 他們就會不交流 你在交流 我叫太一事 我這可能真是就這樣了 嗯 然後我就 這個過程中呢 我就也是在帶著這個 問號去工作 我也沒有去醫院去做心理科 因為我們這個第四 2020年那時候 21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 對的心理科 對多也就有個什麼神經的一科 我就沒去看 沒看呢 我就這樣帶著病人調整 然後運動 我就這樣調整 可是好景不長 直到211年的5月份 那時候我一進到教室 那個學生那個操打聲 就哇哇哇那的聲音 我就受不了 我就進去之後 就馬上就心跳加速 我每次心跳加速的時候 我就第一時間 衝向我們學校的醫務室 我那邊有個醫務室 就去讓我的效益夠 咦 量血壓還正常 你也沒問題 血壓高低都沒問題 就是心跳加速 然後回座發穴 就躺在那個小串 那醫生最後也習慣了 教室說 你這肯定有點事 你沒去做做檢查 我說做了呀 做呼吸檢訟 他說你這個不對 你再去查吧 嗯 然後我去了青島 約了一個神經理科的醫生 去了之後就做這個檢查 做心理晒查 起初上一開始疑問 那個醫生就聽我的描述 我開車也會緊張 上教室也會緊張 跟講話一樣緊張 會出現這種症狀 你這不對 你這個就是 你這點頭 你這事意 就是這樣 我也沒多說話 他也沒多說話 就給我開了一個腦電波 讓我去拖 拖了腦電波 說這個腦電波異常 然後就這麼基本上確定了我是焦慮症 他給我開了第一個藥 名字叫戴力心 我沒吃 因為我一看這藥 這上面說明書 我也請教 這什麼藥 我就沒敢吃 沒敢吃之後 我就回家了 回家繼續調整 搜 晚上搜 上次焦慮症 抗疫藥 抗疫焦慮藥 這東西行不行 去這症狀 後來越來越多了 包括高速上開車 上不了高速了 一上過我這個心就不行了 就這個不光心不行 你連腦子頭上不來氣 手腳發麻 那有個車抄你 你就 我以前開車自己一個人都能開到廈門 從山東 我現在就連 從家門口到小區 那附近超市200米我都開不了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就買書 去搜 我搜到了那個 美國的那個 現在我去看了 看了一些說 而且確實是 就是接受了自己這個情況 我正好那年又換工作 因為我們這邊城區交流嘛 有這種換工作 換工作 我這個 我是跟我老婆都是老師 都在一個張柱子上 換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內心已經比較退弱了 比一個女人還退弱 那時候我就 我老婆還懷著孕 這馬上就要生孩子了 我這又換工作 上進一個單位了 我就內心就焦慮了 就說實話就看了他 我就不得勁 想到他我就不得勁 從那時候病情就越來越加重 嗯 弄到自己無法上課 無法這個工作 無法交流 就連去超市那些症狀都出現了 就是視角恐懼症啊 恐懼症啊 就進不了超市吃不了 有時候跟我老婆就是 朋友來了約一塊吃飯 去酒店 我坐進去就不難受 坐不了 嗯 就開始 然後堵車的時候呢 那時候也嚴重了 堵車的時候 我的嗓子就開始就驗痛 不停的驗痛就 驗痛的那種症狀特別明顯 但是還是堅持沒有吃藥 我覺得我能行 看書我覺得我能改變一些 就是通過運動啊 看書旁邊聊天 嗯 能行 但是經過了大半年的時間嘛 嗯 改變不了 確實是改變不了 因為我這個人可能是心思心涅 身體一點小症狀 再跟之前一比 這麼明顯 這麼有明顯的對比 我就覺得 還行 我就把這個事 我也沒有什麼病實感 體會的同事就了解到我 就說你在這個學校 在那個學校挺好 你沒什麼來這兒了 在這兒怎麼這個症狀 不太好 狀態不太好 嗯 後來我就說 我的憂鬱症呢 哎呦 我們校區前段時間 剛有一個抑鬱症 情況呢 這個 上醫院 我那一聽 在看大家這個 都了解這些事 我就聊了聊 聊了之後 我這兩個朋友呢 跟我找了一個 心理醫生吧 心理醫生去談一談 說了說我的這個症狀 這確實是 焦慮症 該吃藥就吃藥吧 給那個 但是實在 實在 不行了 就是 二年的時候 我小孩就要出生了 二年底的時候 大年初一 我小孩就要出生了 嗯 小孩出生之後 那個 我那時候就想成 我孩子出生以後 我不能像 不能沒了爸爸呀 這個爸爸陪伴很重要啊 我這個樣子也不行啊 賠不了啊 對 越來越焦慮 每次就是沉浸 每天都是沉浸在這個 自我的反省中 嗯 自我的那個 懊悔中 為什麼會成這樣 為什麼落在我身上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 我這麼優秀 我這個工作也挺好 這個老婆也不錯啊 孩子馬上出生了 一切都沒好 嗯 這怎麼搞的啊 就是 一是覺得老欠的不公 二是覺得 特別的對不起家人 那個我老婆呢 對咱來說嘛 雖然都是老師 她沒聽過什麼吃藥的事 吃這個 就覺得吃藥的說明 這個事件嚴重啊 這要吃藥了 那還不嚴重嗎 對 一直也沒讓我 我也沒吃啊 我也堅持的沒吃 但是到了最後 實在不行了 嗯 實在不行了 拍不起頭來 整天那個頭大了 沒精神 人也瘦了不少 瘦了三四十斤吧 我一百八十斤 對我瘦到了 三四十斤有了 然後就說不行 走吧 醫院 上南京那個 醫院給約了一個醫生 另外呢 我在那邊就開始住院了 就是做了一個全身的檢查 嗯 全部的都 都沒有問題 一切都正常 嗯 包括核色公證 一晚上做了三個核色公證 那個醫生給我做了 你得教你二十分鐘吧 我也沒發現 也沒有發現什麼症狀 也沒有發現什麼這個 驚恐發作 我那時候其實已經 驚恐發作已經很好了 你不得控制住了 就只有那種 渾身乏力 沒勁兒 晚上睡不著覺 這種症狀 廣場恐懼症 就是這種 但還能還能行 還能下路的走走 走兩步 但是走不遠 就這樣 我就注定了 但是那時候 疫情期間呀 我的老父母 就陪著我去醫院 我 我也 陪著我 因為那時候 醫院裡邊 只能讓你一個病人 一個病房裡 其他家人是沒床的 然後 那我就 自己住在那個病房 然後是住在神經的一刻 醫生也不錯 醫生對我也挺好 可能就找了一個叔人 親戚 安排了一個醫生 讓他到醫院裡邊 好不容易加上那個床 就住進去了 跟醫生交流 醫生也 大體一看 就說了 這是焦慮症 說我這焦慮症不錯 我說我這個 具體化嚴重 我覺得我別的都沒問題 我說我不想死 我害怕死了 我說 我渾身難受 你吃藥吧 給我第一天晚上 給我拿來了鹽酸 帕拉西丁 給我拿了阿普特蘭 和鹽酸 帕拉西丁 然後我吃掉 然後我就上網搜 這個不錯的 它是個半免的藥 我就沒敢吃 然後鹽酸帕拉西丁 他在抗疫藥 可以吃的 然後我就吃了 他給我拿的是半片 我又把它擺成這樣 小半片 我就吃了 吃起來了 我都給扔 這樣就給扔了 另外就吃了一個星期 我也沒見笑 覺得沒有效果 那醫生說 你得吃碼吃半個星期 半個月 可以有效果 我就吃了 那一個星期 我覺得沒見笑 我說現在這樣 我老婆快生孩子了 馬上就要生了 我就不能在這待了 我想我回家 他說我不在這治了 我想回家 那醫生的意思是 你再住一個星期 別走 你再住一個星期 然後就在這住了 兩個星期 半個月 吃藥過程中 我就開始 又開始懷疑了 這個藥行不行啊 我為什麼吃這個藥 我以前是生厕所 上大號 都是很規定的 明天早上7點 我吃完那個藥 之後 怎麼不上大號了呢 怎麼尿尿也變黃了 就開始給自己找毛病了 這種毛病就把自己整了一頓 但是後來想算啊 已經吃藥了都得考慮了 就吃唄 對 吃了 那之後 他當個月的時候 還真是 好像有點什麼效果 還是我自己內心有什麼改變了 就覺得我想回家 我那時候只想回家 我老婆自己也一樣在家 我爸媽就在家 最後我了 我老婆在我丈母娘家 等著待產了 這時候就是想孩子了 想回家 因為住院的時候 一定能跟他視頻 說到這個 問我怎麼樣 我也不能說我怎麼樣 我只能時刻保持微笑 就這樣說挺好的 別擔心 怎麼樣 馬上回去了 不錯 治療效果不錯 然後就這樣 其實呢 你說有效果 我覺得同樣有 也好像沒有 但是不能在這待了 腰果甜了 還要生孩子了 我就回去了 我就跟醫生說過 我給我辦了出院手續 給我出院的時候呢 因為他是個中醫院 省中醫院 然後就給我開了一些中藥 我對中藥還是不排吃的 一些抗疫的藥物 然後我就帶著回去 吃完了之後呢 就在自己的那邊再去買就行了 帶回來 回來之後我就按照他的意思 就吃半片半片吃 一直還是半片 嗯 嗯 這過程中呢 直到我婚女出生 我其實那時候就正常吃藥 我回來的時候心情特別好 就是因為見到家人 見到老婆了 對 我沒有幾天嘛 回來沒有半個月的時間 我老婆就直接上了一個醫院待產 我就去陪著他 陪著他 那時候身體特別累 但是呢 我只有一個時間陪著就行了 我說這個孩子生出來 陪著他就行 那時候 你想想我平時那時候就直接站不了床 就每天就在床上躺著就很累 就下個都樂 但是我堅持住了 就是下床 陪伴 哎 我覺得也行啊 也沒有把我累死了 我覺得還可以 嗯 藥也吃 然後這個也弄著 就這麼過程中 照孩子生產出來 然後再到這個伺候月子 我這個一直在堅持著 這個吃藥啊 包括陪伴 就是這個症狀 也看書看了也比較多 後來刷到你的視頻之後 看那些人的症狀 就是康复者訪談的裡邊 那些症狀 我覺得有很多和我相似的 同類了 我感覺 他們都是怎麼做的 然後慢慢的我也就是 嗯 模仿著他們 就是去試鑒 就是去試一試暴露療法呀 和三天療法呀 我就暴露 我就不想那麼多 也感到感受什麼漂亮 拜拜呀 對 那那過程中 發現真是你不去想它 它就會好 你不去關注它 這個事好像就忘了 嗯 身體累的也就那麼個事 那時候 呃 累點就累點了 但是 沒有說 又突然突然突然什麼頸空滑落 又突然又這不行那不行了 沒有那麼大的症狀了 也沒有那麼抗拒了 嗯 就好像也好很多 嗯 所以說這裡 我就特別感謝這個 你出的這個 康普車訪談這塊 我覺得它 我一直在找身邊真實的案例 我覺得找到了 我覺得他們都行 我覺得我也能行 因為聽我小時候 有一個哥 那個哥們叫這哥吧 這什麼東西 啊 對對對 對對對 他是在 和你發作了 和我差不多 我感覺是 嗯 這哥挺好 我覺得沒有挺好 我覺得我也能行 吃藥吃了到半年吧 然後我就停了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我就沒有必要用藥了 因為用不用藥 我也不加量了 我就把它停了 嗯 就是停 也是比較 也沒有諮詢醫生 就是半片 一會兒再撿 他們這一節再撿 再撿 就是慢慢的去撿到了 這一點點 到最後就不吃了 或者是兩天 三天一吃 我就是這樣 最後就斷了 斷藥的時候 確實有什麼戒藥反應 確實你會投那種 神經一鼓一鼓那種感覺又來了 你不去關注它 用一定期的時間 就沒有了 嗯 這個時候就開始 到了23年的時候 這個生活就開始 趨正常了 可以上班了 也可以 也可以去 跟別的朋友交流交流了 在23年之前 它是不行的 就是見人緊張 基本上大社交都沒有了 我能不去就不去 能迴避就迴避 因為去那個地方不舒服 就迴避 有那種心態 到後期之後 慢慢的就是 意識到這個問題 加上身體確實也好轉了一些 然後 加上自己的認知的改變 加上自己的對病的認識吧 加上這個看視頻面 就是一步步的就好很多了 後來就回到港味之後 港味那個領導呢 還是安排任務 就是 那時候趁好疫情 對攻堅時刻 通常幹活呀 那個 我那個時候還管著衛生呢 核泛檢測嘛 我沒辦法 好幾天的孩子等著你 去給他準備合法 給他的成績 氣息 通常去之後就在工作中 慢慢的把這個事好像又淡忘了 就也會去察覺自己 突然間特別累呀 或怎麼樣 你步步的就從工作中 學習中就在整理 慢慢的一個步驟 具形成什麼方法吧 讓我說我還真的說不出來 但是我的感悟就是 在你不知道這個病之前快胖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每個人他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可笑的 你比如說你一個突然會出現這種狀況 正常人都會覺得會頭腦一劍 這是什麼東西 但是當你到了之後 我覺得你就可以 比如現在的正在焦慮的朋友們 看到你這個情況 你就接受他吧 你就接受 你也不用想他會不會好 我當時也是想 我是哪什麼時候好 什麼時候好 怎麼才能好 我給你點錢 你給我治好也行 我覺得這些都是幻想 沒有說一下子能治好 慢慢的去感受他 然後慢慢的去認識他 在工作中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一個部分 就慢慢的就把它化解了 慢慢的就回復正常了 三四年了 我這個症狀基本上就是 已經回復的很好 包括現在開車呀 上市場啊 去買菜呀 吃了椒啊 出去拆呀 坐飛機呀 跑車呀 現在都沒有 都可以 但是以前 兩年前我是 兩年前他是不行的 去的這種場合 因為那時候害怕 症狀況出現了怎麼辦呀 我在高速公路上出現了怎麼辦 也沒人救過怎麼辦呀 我在高鐵上突然發病了怎麼辦呀 就害怕我上飛機了 發作怎麼辦 誰救我呀 這種呆呆化思維特別多 但是你後來認識 這個東西慢慢渴破之後 你發瘋 好很多 你就像你之前 你說你不敢開車 對吧 那你肯定有一個階段 我想去開車 我鼓起勇氣 我要去什麼暴露脫免啊 但是你一坐進去還是有那個感覺 對吧 對 是的 但是你就是真的 曲題很嚴重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真的很嚴重 你覺得你真的受不了 那你就先半庭一休息 對 到你覺得能接受的 一步步的去幹 你比如說我開五米 開十米開不了 我開五米問題吧 那開五米 今天就開五米 我去商場去不了 那我去商場門口 我看我 行吧 那就去商場門口先轉轉 就是一步步的 一步步的去摸死 一步步一步步的去感受 你會有好轉 有進步 我就是這麼一步步步來 我當時嫌麻煩呀 我特別嫌麻煩 我覺得這還哪輩子能好呀 一步步的 什麼時候能好 但是這個確實得需要 你積極地去改變 那在我來看 我現在就實際上等於13年 基本上好歷所的 那還有10年20年沒好歷所 但我覺得它是因為 沒有把這個事堅持下去 然後就覺得這個事沒有用啊 或者這種方法沒有用 它就空氣了 包括還有換腰的這種情況 我今天吃炎酸泡的精英 我明天吃戴益精英 我後天再吃個草蒜什麼什麼東西 吃晚套了 哪有對你也不合適 你就覺得 所以說有很多 我了解到的朋友 就是他 始終就是沒有堅持 把一件事 我覺得你堅持下去 會有一個不錯的收穫的 就焦虑的人他容易懷疑 他容易去找這個不行 潛上遮止 然後又找另一個 他永遠在找方法的路上 但是實際上 我我覺得是這樣 我一直在重複的講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麼多年嘛 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經驗啊 就在國內國外也好 其實總結的已經非常多了 就無外乎就那些東西 關鍵的地方在於什麼呢 就是說 咱們焦虑的人 他很難面對自己的這些感受 他不願意去經歷這個東西 然後他他不願意經歷吧 他就是能躲就躲 那他躲著 再加上可能他在沒有正確的認知 他他的這個認知不到位 他覺得這東西可能真的是 哎呀我要真是這個去弄 我弄得難受 我不會真的突然就掛了吧 我也有那種心理過 知道吧 哎能躲一天是一天 然後結果他就一直在這個狀態里邊 就這麼拖啊 就這麼就這麼一天天消耗 是吧他他就逐漸就像你說的時間很長的 基本就是這樣啊 他他不敢堅持 他他也沒有動力 最後就沒有動力去做 啊覺得這些改變不了了 就是我一直強調嘛 稍想多做 是吧 咱們就是多嘗試 就像您做的就很好 我這裡還有一點分享 就是我在焦虑症的那段時間 我有那半年的這個就是摸索期嘛 就是覺得確診中嘛 那半年摸索期我在幹嘛呢 我就去中醫 我找中醫 我就是路上遇到一個中醫店 就是中醫館 醫院 我就進去 讓他給我試脈 讓他給我看 這麼說吧 我覺得中醫這個上門治療這個焦虑症 你說他沒有用 他也有點用 你說他有很大用 他好像也沒有多少很大用 但是呢 作為一個保健 康復 我覺得中醫這個 但畢竟是這個貴寶 確實是好東西 包括這個針灸啊 埃灸啊 這確實是 但是有的中醫水平確實是不敢恭維 因為我這麼說吧 在研究這個病的時候 尋找結果的時候 我大約得找了全市的40多個中醫店 嗯 給我說的病是 不能說有40多種病 得有二三十種病了 這個人說你心臟不行 嗯 那個人說你腎不行 嗯 那個人說你明天你就不行了 快吃藥開我 用我的藥 當時我這個病重的時候 說你說我害怕我也害怕 他就說我這個嚴重大嚴重 我到底叫什麼病啊 自己那時候正在一個混沌期 嗯 正在這個懷疑期 他說你什麼病 你就確實是覺得害怕了 就覺得那個感覺來了 你說你難受了 你馬上就心臟就難受了 我覺得還是一個心理影射的感覺 呵呵 那個醫生跟我 有一個醫生特別好 跟我講了一個故事 叫什麼卑躬攝影 嗯 這個卑躬攝影的故事 對 我覺得你們朋友們可以去搜一搜 這個卑躬攝影這個故事 講的是什麼東西 我第一遍聽我沒聽明白 因為我沒聽你 後來我再去搜啊 再去聽了就太明白 這個卑躬攝影 他講的是什麼意思 那個東西很好 就給我按摩按摩說 我給你講個卑躬攝影的故事 我怎麼樣給他一開刀 我當時我都這樣 我還什麼卑躬攝影 後來我回家去搜 卑躬攝影什麼事 他一講 他那醫療醫生告訴我就說 就是你心理上 自己就是把自己就是嚇了 把自己給加上的 對 就是這樣 利用點這個西藥也是可以的 中醫呢你可以用一些針灸 我覺得針灸挺好 他學問上 你因為他好原因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學問確實好 還是怎麼樣 我的感覺是他在插我的時候 我是放鬆的 因為他我不放鬆 我那個肌肉那麼緊 他跟針插不進去 那時候放鬆了 我覺得我躺在那邊一個小時 回來就說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是 通過針來給我放鬆的 我因為他插我的過程 我就不動了 我也不敢動了 我躺在那邊 那個狀態是最放鬆的狀態 我覺得探感是 針灸還是挺好 不管是他插血味 給你活血化魚 還是怎麼樣 但是整個過程中 帶點恐懼 還是很舒服的 整個人是比較放鬆的 你在回頭看你那個 就焦慮之前 你覺得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就讓你 當時就是陷入這個狀態 我感覺是一 與自己性格有很大的關係 你比如說 我這個人就是個細心人 這個人就是個較直的人 我就容易多扭一點 在這個病上是怎麼體現的 我覺得我身體不舒服 我就必須得查出點病來 不查出點病來 我覺得我就不對 不踏實 一直在不踏實 我覺得你就有個 有個實實在在的東西 我才踏實 但是交流症這個東西 它就是不是實實在在的 好虛幻 你說他心臟難受 你去查你心臟還沒事的 對 你說你頭疼吧 你去查你頸椎頭 你還挺好 啥事也沒有 所以說你就是一直在 懷疑自己 我覺得這個性格 以前都說性格 性格是什麼東西 你都不明白 真的病了一次 你才能知道你這個性格有什麼缺陷 我覺得焦慮症這個東西 還是像很多網友說的那樣 但是只有好人才能得 坏人他得不了 沒心沒肺那種他得不了 就是他這種有心有非 然後善良的 為別人考慮的 願意奉獻自己的這種人 他容易得 為什麼呢 因為你老是想把好的一面 展現給大家 老是想在自己工作上 生活上做一個交流者 做一個優秀的人 反而其實你覺得你習慣了 那只是你習慣了 其實你的身體呢 就在年齡能增加 這個東西 可能你就受不了 就出現了 就很棒了 再一個就是 休息很重要 休息很重要 現在的網絡確實很發達 玩偶銀也好 玩個微信也好 玩個小遊戲也好 這個手機全能辦 我們每天上班 可能玩不了 回家一玩 晚上就到兩三點了 本來就很累了 你在玩那麼兩三點 其實他個身體 你在玩過程中 其實很痛快 很舒服 精神飽滿 可能讓你玩到五點 也能玩 但是第二天你不睡覺 你實際上也很難受 實實在在的也是很難受 你要是一天沒問題 兩天三天 但是你天天這樣 一個月這樣 循環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吃不消的 會有 我覺得休息是很重要的 對就像你這兒 練體育的體育老師是吧 底子那麼好 也熬不住啊 對 熬不住 確實熬不住 我這還是一級運動員呢 你是練什麼的 我是天津 我是一百米 一百米啊 哇 在抗焦慮的過程中 沒有放實信心 你前途還一切光明 以前雖然很好 那是你的以前 可能真的來講 是你不健康的以前 那麼我們 昨天恢復之後 我相信會有一個 更健康的未來 更健康的將來 只要堅持下去 別放棄 然後呢 快寫著對待 放鬆著對待 就會有一個了 我們的結果 周恩 在此 也叫我 更健康的 天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